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辉元 第四节课我们说了如何兑现各类强势的上当英雄 打不过可以狗 这节课我们再讲一下烈士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发育 这节课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素材 一个是烈士被压刀的 再有一个就是烈士被单杀之后如何打回来的 到时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我再来给大家讲一下烈士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做 第一点 一个我给大家归根 就也不能这么说 给大家归结了几个词 大家可以记一下 塔下战神 就是我们可以早点做出猛禽斗篷 因为在烈士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对方空陷和推陷两种 如果对方推陷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老老师在塔下吃兵 那在被推进塔前会死的兵再所难免 所以说不要因为一个兵把自己玩自爆 有些刀可以不要 特别是在自己烈士的时候 而且是在自己就是说没有小鬼的时候 有些刀我们可以放掉不要 因为有些刀你去补那一个兵 特别是远程兵 去摊那一个兵 那你可能这一把对线就没了 因为他那一个兵 对面过来消耗你一波 你这没法没法去再接下来的血量没法让你再去补刀了 或者说没法让你再去再去在线上待着了 他把你取线打低之后对面大爷来配合月一波塔 你线过来就炸了没有传送的话就更爆炸了 所以说不要因为一个刀去导致自己一整具游戏崩盘 这个很重要 然后再一个第二点 炒从亡者 这个是在被对方控线的时候 我刚才讲的是被推线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塔下 然后来补刀利用AQ 然后要学会就再一个给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在塔下的时候 节目要学会给自己电刀 因为一般我们都会选择出这个腐败药水出门 出腐败药水出门的话 有一点不好的就是我们攻击力会过低 就是因为你要是出杜兰盾的话 他杜兰盾有一个就是对小兵加伤害的一个 我们可能补那种残血兵还能补得到 出杜兰剑的话加攻击力我们也可以补得到 但是我们一般都是腐败药水出门 所以说补塔刀会有点难受 尽可能特别是补远程兵的时候 因为进战兵的话是塔A两下 然后我们去打一下就可以去把这个兵补掉 但补远程兵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有Q的话可以去AQ来补 但如果说没有Q的话 就先去提前A一下这个远程兵 然后他打一下 我们再A一下 这样才能正好把这个远程兵补掉 要学会玩上单一定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垫刀 这个很重要 大家要记一下 不管什么英雄 就你要是塔A一下 然后你一刀收不了的话 这种远程兵 你就自己提前先A一下 然后塔A一下再A一下这么来打 然后再一个第二点 就是被对方控陷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草丛王者 这个原则来打 被对方控陷时我们就只能与草丛亲密接触了 站在最远能去闻到经验的草丛 然后保证自身的安全 就炮车来的时候我们就用一收一收 保证等级不要被拉得太开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呢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特别是被压的时候 也是打那种战士英雄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注意 因为掘墓这英雄被压了的话 一旦上去补刀周围 你被压了就很难跌到坟墓 因为你吃不到兵 他就跌不了被动 就很难去跌到坟墓 所以说被压的时候掘墓是很弱的 再一点就是 就算你有优势 你被压刚上线的 就算你有优势 你刚上线的时候 那一波也是比较弱的 因为你刚上线的时候 身边是跌不到坟墓的 所以说不要直接就 就现在对面塔附近的时候 不要直接走过去去补刀 因为这样的话很有可能被对方 一波把血线打低 第二波就可能直接被杀掉了 像对面什么鳄鱼啊 瑞文这位英雄都是这样 第一波他会耗你的血线 第二波你要还没磕上来的时候 直接第二波 如果是有点火 更好闪没有点火的话 也是一套硬伤害 你可能就没了 所以说 一定要注意 不管是优势还是劣势 对方兵线在对方塔下附近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注意 先别补刀 尽量等线过来 除非是你身边有坟墓 那可以 但你刚上线的时候 身边都是没有坟墓的 所以这种时候 我们尽量等着 让他自己把兵线带过来就好了 我们就没必要去吃这些兵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被压刀的这个素材 被压刀其实是 卷目的英雄 被压刀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我 我自己玩卷目的时候 也是会遇到 一个是 卷目不是 不是特别好补刀 因为这个英雄 就是有小鬼的存在 所以说 你有可能小鬼A一下 你A一下 然后你要补那个刀的时候 小鬼多A了一下 你那个兵就没了 所以说一个是这一点 再一个就是 本身这个英雄就 不是特别好补刀 因为有些兵补不了 你就要被压很多刀 这个英雄在没有坟墓的时候 打很多英雄都比较劣势 但是 有坟墓的话 像补塔刀的时候 把线放过来 补塔刀的时候 有坟墓 那你就可以占到优势 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是 这局游戏是我们 打起来比较劣势的一局 等一下看一下 也不能说很劣势吧 但这一局 注意看一下 这个剑机 他这个血量刚才上线 而且他断了个Q 其实这一波可以追着他打 但是 他这个血量上线 肯定是帮打野在 打野怪的 因为他这血量 至少得被红打两下 所以肯定是在帮打野打红 那我们如果 追着太深的话 可能会被这个蜘蛛 对面打野是个蜘蛛 可能会被这个蜘蛛 二级直接杠克 所以说我们这波 就没有选择上 要不然正常 他刚才 一个是断Q了 他这个英雄 一个是断Q了 再一个就是 他血量比我们差很多 我们是可以追着他打的 但是不要去 因为对面打野是红开 这个也看到了 因为他这血量上线 也可以想得到 然后我们这 这个时候就不要压得太凶了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去 注意这个河道这边 大家注意看我的站位 其实是很猥琐的 其实我是可以去 这波可以去抢二 然后去脚的打一波的 但是我完全没有去 A兵抢等级 因为我这个时候 不能去压得太深 压太深的话 就会被这蜘蛛干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是把线放回来打的 然后蜘蛛在中路 把我们砍给杀掉了 大家看一下 像打剑机这种英雄 没有坟墓的时候 就真的很弱 他上来打一个破绽 QA EA两刀 EA之后又打砍了我们两刀 我们就完全不能还手 就只能打他一个AQE 但是没什么作用 因为我们这英雄打一个AQE 就怎么说 打一个AQE 完全没什么效果 没什么伤害 没有小鬼的话 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是有意的把这个线往这边放 而且是贴着墙 卡这个剑机的破绽 让他打不到我们 有意的把线往后面放一下 像这一波他就有点过分了 但是炮车 我没捕到 这个就有点伤 你像这种刀就很难补 因为绝木这个英雄 我之前说过 像这个也是没有给自己垫刀 刀就很难补 这波我们卡了一个剑机的位置 然后利用W技能 去和他换了一波血 但这波就不要再打了 因为这个破绽刷的位置 他闪现AQ 我不就没了 所以说这波就不要再追了 这波可以追一下 但是还有个Q技能比较灵活 我们他刚才那个血线 我们可以AQ拍死他 但是他直接 我们闪现之后 他也交了一个闪 那就相当于闪现换闪现 没什么关系 这波要去稍微推一下线了 看一下这个剑机 准不准备和我们打 我们这个破绽刷的位置 就比较差 所以这波就不会考虑 和他打了 像这种时候 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英雄 像刚才那种塔刀不太好补 不好补刀 所以说刀被压了很多 也不算很多吧 打这个剑机这一局 一直被压了20刀左右 一个是塔刀不好补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英雄 再去正常兑现 剑机这种英雄的时候 天然烈士的 所以说没有什么办法 就招不出来小鬼的时候 是天然烈士的 然后这边大家注意看一下 还空了一个E技能 这样就很伤了 这样就完全没法和剑机换血 其实这一波还好 因为它是扛着兵线口打的 但如果说正常打的话 我们这边E技能空了 而且还招不出来小鬼的情况下 是完全没法和他换这个血的 然后这一波招小鬼 又一空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法上了 如果说这个E中的话 我们可以交W技能 和他打一波 但刚才这个E技能又空掉了 那就没什么办法 一般我们都会去E起手 要不然Q起手的话 会把线推过去 所以说一般都是E起手 Q起手 就这样直接招小鬼的话 会把这个线推过去 但这种线没办法了 我们这个就是为了推线 所以招小鬼的 要不然这个线怎么都会过去 因为我的远程兵比他多太多了 像这种时候 我们就只能先把线推过去 然后用小鬼在台下耗一波他的血 这个地方要回城了 因为我们虽然身上有个眼 但是我们身上的药已经全都喝完了 这时候如果说被蜘蛛抓一波 就会被这两个人给秒掉 因为蜘蛛有硬控 这个英雄 所以说没什么办法 我们必须再逼一波 就说再回家考虑出什么装备 其实合不出来猛青走棚的话 性价比最高的 还是这个出一个鞋子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至少在我们对线的时候 不会太难打 像这种时候已经被压20刀了 这在我们对线就已经是一个 很难受的 而且我们家打野也是 我们家这个钻衣打野 被搞的 这蜘蛛估计得有30多刀的 这凯隐只有12个刀 这时候我们上野完全就 上中野三条路都很劣势 因为 那凯隐不知道为什么 玩得好像有点问题 把中路也给搞崩了 其实打野和中路的联动是最紧密的 而且凯隐的英雄不带我抓人 这一波我们W困住剑机也没什么办法 这波技能丢的有点 垃圾 我技能丢的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没什么办法 有的时候 我玩卷木的时候 有时候手感差的时候 技能就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放不准 很难受 但你们 最好是练一练技能 把技能练得准一点 然后这波剑机 梅兰硬吃了一个镀层 然后被我们打回家了 我们这波把剑机打回家之后 看能不能考虑也拆它一个镀层 因为我们这波开大了 开大配合小鬼 然后也去拆掉这个剑机一个镀层 然后顺便把这波线推过去 这波开大就是为了推线 然后推线看一下 有没有就会拆度成 能拆的话就拆 拆不掉的话 那我们直接溜就好了 然后再去把这波兵线推进去 推进塔 其实我们这波线推的已经很慢了 因为我们推进塔的时候 剑机已经上线了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坏消息 这波避了回家 可以做猛琴斗篷 也可以做布甲鞋 但是剑机还是靠普攻输出较多 而且剑机的Q也是算平A的 所以说我们回家先去做了一个布甲鞋 能去挡剑机的Q也可以挡剑机平A 这个下路应该是要没了 特莱文一个大招 垂时闪现败回来 哇 这波没办法了 特莱文还给了个治疗 我们这个五级的凯鞋有点尴尬呀 下路算人组都已经上六了 像这种时候我们对线就很难受了 因为前期的几波 因为打剑机首先本来就特别难打 再一个是这一局对线处理的也不好 被他给 被他给就技能放的很歪 然后被他给抓到很多机会 所以这一局打的也不是特别好 像这种时候我们就是Q起手 然后这波对E的这个命中率掌握的还可以 去打了他一波 但是支柱来干渴 那我们直接W开个墙 然后直接溜就好了 这种时候就别过多纠缠 但是我们这种线自己也能意识到 这种线大概就要被跃了 因为蜘蛛是个跃塔很强的英雄 看蜘蛛爬过来了 那这一波我们要溜了 这波其实我这边是失误了 因为我觉得禁草 他可能第一时间丢失视野 就溢不到我的 但是闪线还是交完了 我应该在他溢的一瞬间就应该交闪 这一波是我自己的失误 这种就没什么办法 这一波下来之后 兵线就已经完全炸掉了 到线上就没法和剑击打了 因为剑击有提亚马特推线很快 他推完吃完再吃一波线 他可能就9级了 那我们上线只有7级 而且这波没有传送 那这波就崩掉了 这波丢了很多兵 没什么办法 看剑击这英雄对线还是比较强力的 而且是特别是在你技能放不准的情况下 是很难打剑击这种英雄的 看这波上线基本上就崩掉了 这就是一把劣势的一个对局 就给大家说一下 像打这种英雄一定要技能放得准 如果说技能放不准的话 我们对线就是没法对的这种情况 而且再一个是被打也像这种本身已经很劣势 再被打也针对一波 那就没法玩了 所以说就大家处理劣势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下面的 这个6级之后 6级之后呢 这个只要不是炸穿了的话 我们都可以去做到线上正常吃兵 然后把R放出来 对方一般是不安和你正面刚的 但是像刚才那种除外 因为刚才那种你放了大招之后是纯为了推线的 那波大招其实就是为了推线 把线推过去吃一个肚层 然后就再回线上也只能去抗压 因为没有大更不可能和这个剑机正面打了 剑机有回血阵 所以说他有大我们都不一定打得过大的情况下 没有大就更违法和他打了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只需要推线 如果说炸穿了的话 那就只能当一位塔下战神了 带着这个大招守塔 带着大招的话对面是不太敢来越你的 因为像因为刚才这个蜘蛛是越他很强的英雄 所以说他敢越 但一般的英雄 绝目在塔下有大的话是很难去越他的 然后吃完线的话 我们可以安排一波石头人或者蛤蟆 慢慢补充一下自己 这个是六级之后 如果说很劣势的话可以这么打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第三点 绝目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被越塔的英雄 因为其实想越绝目的塔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打野 这个是很重要 除非是差了三级以上 不然的话我们都可以在塔下 靠着W技能这个墙 一直和他转圈 所以说在劣势的时候 劣势非常大的时候 事也一定要做好 防止自己被包饺子 就像刚才那种被蜘蛛给包 那我们就没了 自己死的话 我们不仅兵吃不到 塔也没了 而且绝目这个英雄 丢塔是最伤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绝目一定不能丢一血塔 丢一血塔的话是最伤的 基本上绝目一血塔丢了之后 他就再没有兑现的资格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一点 因为其实这英雄 兑现比较难做到劣势 我打了 绝目打的能有30多局 快40局吧的素材 我兑现也就只能给大家 录到两把 就是很劣势的素材 像刚才这种 已经算比较劣势的了 然后再一把劣势的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兑现 你被单杀无所谓 是可以杀回来的 而且再一个就是 这英雄很难去打到特别劣势 除非是状态很差 然后技能乱丢 像刚才我那种 就是技能乱丢 已经是丢的乱七八糟 那一技能就不知道丢到哪去了 所以说就对线很劣势 但如果说技能放的 正常放的话 对线很难 劣势招小鬼来打 然后 察觉到危险的时候 一定要去果断把这个塔放掉 我们安心补发玉就行了 就你只要不被跃 然后连人带塔全都没有 再吃不到兵 这不 别这样就行了 就是如果说实在是塔要掉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塔放掉 但是说实话 角木是个对线很强的英雄 如果说你要放塔的话 还是太亏了 然后虽然说带着这个迷雾侍女 兵线不能控住 但是呢 我们就算推过去了 也会有几个小弟跟着兵线帮你推的 所以说治愈能不能吃到钱 就看你的小弟有多给力了 看你这个招出来的这个小鬼 拆塔速度有多快了 要给大家看一下第二个这个劣势的素材 第二个是一波 一开始被单杀了 然后后面又杀回来的 这一把是打的一个大虫子 就我录的这两把很劣势的对局 都是我自己技能放的有问题 然后导致自己变得比较劣势 但是正常打的话 你不像我玩的那么蠢 因为我有时候打素材 就是爆肝打素材 然后打着打着 自己就打到那种眼睛都看 眼睛看电脑屏幕都已经有点 就是看不清 就有点就像什么一个大虫子 能看成三个大虫子这种 就已经有点很晕的那种情况 然后这种时候技能也放不太好了 所以说就会有点技能放的歪 再就有点上头 所以说会把自己搞得有点难受 但是你们正常打的时候 状态好的话 别着急扔技能 技能尽量在对面补刀的时候放 然后别太多空技能就可以了 像这一波我们一到了 然后小鬼也跟到了 我们这波是可以和他对拼一下的 但这一波给大家说一下 这波没杀死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跟大家说先体验说一下 这波是没杀死的 没杀死是我自己的问题 其实这波可以杀 就顶着兵线也可以杀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小鬼很强力 就因为这个小鬼 是招出来之后三个小鬼一起追着他打 这是别的英雄 就是没有的一个特殊机制 在二级的时候是比较强的 但是这波没有闪现躲他Q 这波应该闪到他身后 把这个Q躲了 然后A出来那一刀 打一个AQ 但我这波一个是瘫了 直接去打Q 觉得伤害够 再一个是没有 没有交这个闪现躲他的Q 所以说这两点 导致这一波没有杀掉 但其实正常来讲 这一波是可以杀得掉的 这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再一点是一个什么 大家在玩的时候 如果说你对线的这个诺手 二级就别打得这么凶了 对线的是一个什么 剑击诺手这种 二级就不一定能打得过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诺手这种 开个急跑有血路 可以一直风筝你的 像这一波 我们打的是一个憨憨大虫子 虽然说我们操作食物了 被他杀了 但是正常来讲是可以杀的 闪现到这个位置 闪现到他身后 这个小鬼的这个位置 再补一刀平A接Q 就是比较好了 然后这波我们要直接T上线了 因为这个线不能被他推过来 直接T上线 然后去吃这波线 这个大虫子没有吃到这炮车 那我们还比较舒服 但刚才这波回家什么装备都没有补到 其实可以考虑补一个绿豆的 是可以去这么出的 但我当时也确实可能打得有点晕 就没有出 然后看这波大虫子是T了塔上来 那我们就没什么想法 这边打野过来抓 然后我们小鬼一被他躲掉了 如果这下一减速减速到的话 那这波可能就有了 但没减速到 而且打野还被这个大虫子Q起来了 那就没办法了 然后这波我们就正常放线对线就好了 像刚才这个小鬼 他咬的我们这波线其实没有被太没有被太多推过去 这波我们一起手 但是没有异道 那我就没必要再上了 不要吃他的Q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一般卷目在对线的时候没有异道 我们就不会考虑再去和对面对拼了 但这波又没有异道 就可能是自己打得有点晕了 打他一个Q技能 然后稍微往后撤一下 用Q稍微回回血 然后招出来小鬼之后 看一下他位置 看这波又没有异道 那就算了 喝一瓶药 保证自己血量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然后这波被他Q抬起来打了一下 不过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在半学以下的时候 回复能力是比较强的 Q能回双倍 这波异道的 但是没有小鬼 有点伤 我们这波其实想找了对拼一下 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一波 这波异道的 但是没有小鬼没办法 然后这波有小鬼的 但是异的这个印记没了 不过没关系 这波我们有小鬼之后直接招小鬼 因为我们小兵比他多 招小鬼之后 W卡住他回去的位置 然后再原地 一个平A再一个平A 而且他是没有多少蓝的 他交完Q就没技能了 我们打一波 然后一个E技能 然后小鬼扑过去 这时候 等他交完Q 闪现一个Q技能 把他给捶死 因为他刚刚是没有闪的 我们是知道的 在刚才 不要直接跃他 因为他这时候Q技能CD肯定好了 他等着我们闪现 然后我们等到交完Q之后 原地交完Q 直接闪现一个Q 把他给杀掉 看这一波之后 他4级 我们5级 而且我们还可以再推一波线 推完这波线 吃完这波线 我们就快6级了 那他上线 就相当于一个4级 打6级的一个状态 而且推了这波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 能不能去吃一个肚层 这波没有小鬼了 如果有小鬼的话 我们是有机会的 那没有小鬼 推的有点慢 不过还是可以拿掉一个肚层 像这个就很赚了 但这波9桶过来了 那没办法 我们只能去绕一圈了 这波正常从那边 就肯定要被9桶杀 这要不被大鼠子杀 要不被9桶杀 确实没办法了 这波也死掉了 不过也没什么关系 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很好打的 给大家稍微快进一下 看到线上是怎么做的 像这种时候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6级他5级 然后这一波 我7级 他才刚刚上6 我就完全压他1级 因为刚才那波单吃 他丢了一大波兵线 就他一直是 我刚才那个线一直没有推 他我一直是带着一波兵过去的 所以说他那波被我单吃是很伤的 被我去 被小吃了一波线 然后我们这一波走过来 像大橙子这种英雄 耗篮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说我们 在对线和他换血的时候 被他打没关系 因为我们有Q可以回血 但是他篮号是回不过来的 我们在对线7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Q招小鬼 然后1他 像这波E中了W困住 然后这时候直接开大 开大之后追着他A 然后有小鬼追着他A就可以了 让这个大招看看有没有机会 这波有点伤 这波没有杀掉他 就差了一丝血 看这个大招 最后一下也没有打出来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这波等级和他还是一样的 然后再上线 给大家看一下 再上线之后 这大虫子回家做了一个熔渣 其实熔渣对于他来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我们像这种兑现消耗的手段 大虫子回血是比较强的 我们这个小鬼咬他 他把我们小鬼A死就能回回来 这是比较难受的一点 不过我们兑现 等级始终还是能压到他的 这就 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兑现一个 不会劣势的一个万能法则 然后这波触发正负者之后 追了他A 这波大家记住 他是有闪 我们也有闪的 所以说一定不要上头 这个小鬼被他咬死了 那没关系 我们可以等下一波 等下一波QEW好了之后 那我们就有机会 击杀他了 然后一直到这 其实刚才的那一局游戏 自己处理的问题有点大 所以说导致自己被劣势了 一个是有大招之后的那一波月塔 绝目的英雄月塔是很弱的 就是因为很容易被风筝 被风筝的话 那手特别短 然后又没有什么突进技能 就打伤害完全靠小鬼 然后和E技能的那一下 所以说我们没有小鬼 刚才没有小鬼 没有E技能 开大之后 大招伤害了 前期又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就差了一丝血 没有杀得掉 那波就是自己的一个失误 然后这样前期的一个失误 两个失误导致自己兑现 其实也不能算是劣势吧 因为他到后面还是打不过我们 而且他还是被我们压了等级的 只不过是没有把优势打得那么大 而且还送了他两个人头 只能这么说 但绝木这个英雄是比较难把自己打成劣势的 就像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才都兑现兑成那样的 而是我还没有去到一个特别劣势情况下 一般兑现被单杀两次 就要被压两级左右了 但是我刚才兑现被他单吃两次 然后还有一波是被他捡了一个人头 那波不算 其实那波也算的话 就是被他杀了三次 被他杀了三次 但是我等级还是比他高的 所以说绝木是很难做到自己的劣势 再一个我刚才那波线 就是传送回来那波线卡的是比较好的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那波兵线 然后今天这一课差不多就到这了 给大家讲一下劣势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去怎么做 今天是这个第五课 然后大家可以去这节课的作业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可以去就是在自己特别劣势的时候 可以去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到时候可以去录一个小视频 然后发给我 就如果说自己兑现被单杀两次 但这一局还是给打回来了 或者说是就算被单杀两次 但等级没有落后 反而把他的一塔拔掉了 这种因为我们这个英雄就不是一个 就是不就 就本身就是一个不好单杀对面的英雄 所以说我们 没必要那么苛求去杀人 就一定要去拔塔 然后拿经济 这个才是关键 那这个课我们就先到这 到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个作业教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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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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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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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